这次是机车路考新制 今天第一天上路 报考学生比平常少了一半 面对新考场的考生是有点紧张 因为新增的四项考题 都考考生的观念 有人就是因为变换车道 没有打方向灯 立刻被扣了32分 只好下次再来 冲太快 脚落地 7秒直线的机车路考 大魔王还是刷掉不少考生 6月1号全台监理站改场地 新路考多了四项关卡 第一天登场 报考人数少一半 有考生上周没过关 只能再等一周挑战新制 就没办法 反正还是要考 不考不行 我是觉得U转那边比较难 吉他就还好 刚开始速度不够快 然后后面就很难转 然后就一直往前骑 考生懊恼不已 还有变换车道 没有打方向灯 没有摆头 扣一扣也都不及格 新增的包括红灯 带转 变换车道 直角转弯和停车再开 各监理站也在特定时段 开放场地让考生练习 靠前听取每个规定 尤其新项目扣分比较严格 新制上路第一天 平均几个率落在50% 不只考验考照民众的驾驶技术 也靠用路观念 U点TV 王一轩佳妮 台北报道